中国现在政府的印钞票的速度 不会低于美国的 但同学们第二个问题出现了 中国印了这么多钞票 API 现在居然变成了零 我给工农中建四大行里面的一个触及 就触及以上领导干部讲课 下面坐着60个行长 我问了他们两个问题 一 我叫要声明啊 这个银行位于你刚才说的一线城市 一线城市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60个数据干部坐在那 我问他们第一个问题 你在的城市房子还能不能投资 上次你知道他怎么回答的吗 男男女你坐在那 都跟我说 不但这个头摇的跟波浪鼓一样 你要知道他们这些人 是最了解行情的人啊 对不对 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体会 我问的第二个问题是 我说各位行长请问 现在你们银行 我向你们申请贷款 容易不容易 你猜猜看他们怎么答复的 说很容易 你要贷吗 下课就可以谈 各位同学 我来问你 你们现在手机上是不是经常接到 可以银行受信给你多少 受信额度可以谈到多少 对不对 我收到的最高一个额度 说有1900万可以带 那我就想 我的商业明明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所以同学们 现在出现了这么个情况 我对此引起高度的重视 中国的货币印钞的速度 现在基本上达到百分之十一到十二 各位同学 你要知道每个月新增货币达到百分之十一到十二 是什么概念 我是做股票的 一般的股票涨幅10%叫涨停板 而我做股票 你知道一个股票连续七个涨停板就翻一倍了 它的价格就翻一倍了 因此你知道 中国现在的M2保持着十一到十二 意味着什么 大概六年多七年不到 社会上的钱就会增加一倍 因此我要告诉你 中国现在政府的印钞票的速度 不会低于美国的 但同学们第二个问题出现了 中国印了这么多钞票 按理说同学们 是不是物价要飞涨了呀 但是奇怪的是 CPI就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 CPI现在居然变成了零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边在发钞 大规模的发钞 一边按理说应该水涨船高 它却没有水 我们放了这么多的水 居然这艘船 不仅没有涨 还在消消消消下沉 看到没有 什么原因 说明什么原因 不不不不 绝对不是消费不起 什么原因 告诉你 水没有到船的地方去 出现了 在这个M2和CPI中间 出现了巨大的水池 印出来的钞票 没有到老百姓手上 没有到你们老板手上 没有到你们企业的手上 它到哪里去了 它在这个水池里 这个水池是谁 银行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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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